各位同學,我現在要討論的問題是高階非奇性微分方程式的問題 但是這個問題的非奇性解必須要用參數變換法來解它才有辦法解出答案來 就是類似這樣的一個問題,成大的一個考試題目 這個問題的答案要分成兩部分解的過程 發現說有一部分叫做Oil-Kosh方程式 Oil-Kosh方程式可以把答案假設成x的m次方 但是因為這個非奇性像蠻特別的 而且以前講的參數,以前講的那個叫做代定係數法 它也只適用在係數為常數的問題上 現在這個問題係數不是常數 而且它的非奇性像R也不是簡單的函數形態的話 我就必須要採用參數變換法來解題目了 那我先推導一下參數變換法的公式給大家有概念 因為背公式的前提是能夠知道公式的由來 如果能夠知道公式的由來的話 比較容易背下那個公式 同學們現在所遇到的問題是 N次微分的微分方程式 N階微分的方程式 好,這邊是pn-1乘上y的n-1次微分 好,點點點 然後倒數第二項的話是p1這個係數乘上y的一次微分 最後一項的係數是p0乘上y 好,等到右邊有一個非奇性像R 好,我在這個推導的過程當中 我是把r的對應的第一項的係數當作e喔 好,這個係數當作e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像我們這個問題啊 它那個r有沒有 這個r有沒有對應到第一項係數是e 沒有 我必須要把整個方程式除以x3次方 讓它變成對應到1r 好,這個想法很重要 常常考試的時候老師也是想知道說 同學們知不知道公式怎麼用 因為等下的推導是把第一項係數當作e 好,我要證明什麼呢? 我想要證明說 我們可以用這樣的公式算yp 好,這個公式寫成簡單的形態好了 y1乘上一個分母 是w w是x的函數 這個w是誰呢? w是旗性解所組合出來的runs點 好,我寫簡單一點 這邊是非旗性像r乘上w1 這些都是x的函數了 好,第二項的話是y2乘上類似這種寫法 好,是w,這是一個runs點 分之r乘上w2 好,加點點點 好,加到最後像是yn乘上分母一樣的 那這邊是r乘上wn 看起來很好記的一個公式 好,那這個公式是怎麼來的呢? 對啦,我要說明一下這邊所表示的那些代號代表什麼意思 好,其中 我現在的w 是y1、y2 一直到yn的runs點 這是什麼東西呢? 好,這個是一個行列式的一個運算 好,y1、y2… 一直到yn是第一列 好,然後它的第二列微分一遍 y1微分 y2微分… 一直到yn微分一遍 好 然後中間跳過了… 然後最後一項的話應該是微分n-1次 最後一項的話應該是微分n-1次 最後一項這邊應該是微分n-1次 好,這是分母的那個概念 分母是一個y1、y2一直到yn的runs點 好,那w1呢? 好,w1的話 我是換掉第一行 把第一行換成00000 只有最後留下一個1 其他的不變 好,y2不變 y2不變 好,點點點不變 點點點不變 好,yn也沒有改喔 yn 這是要一次微分的yn 這邊是n-1次的yn n-1次微分的yn 好 那w2呢? 好,w2的話是換掉第二行 好 就把第二行換成0000001 其他的不改 好,這邊是y1 這邊是y1的一次微分 點點點 然後這邊的話是y1的n-1次微分 好,點點點點 點點點 好,這邊是很多很多相次 然後最後一行 是yn 然後yn的一次微分 點點點 然後這邊的話是yn的n-1次微分 好,這是w2的這個行業式裡面的形態 好,那w2呢 好,w2的話是 改掉第n行 把第n行換成0000001 最後一個是1 其他的都沒有改 y1,y2...都不改 然後他們的 這個第二列的前面這些都沒有改 原來是什麼就寫什麼 原來是什麼就寫什麼 這邊最後一行 這最後一列也是一樣 最後一列 這邊一樣的 y1微分n-1次 y2微分n-1次... 好,都不改 好,現在我所看到的這些代號 所代表的意義我已經曉得了 我現在證明說 這些公式是ok的 是沒有問題的 好,我怎麼證明它呢? 首先我要算其性解 這個證明的過程當中都一樣 上面這個題目等一下我們來解 我的證明過程就是 同學我們要先去算 其性解的部分 因為你有其性解 你才會有y1,y2到yn 好,我們說先有 這個其性微分方程式 其性微分方程式是誰呢? 是... 等到右邊的r拿掉那個方程式 就是y的n先寫n次微分 y的n次微分 好,中間的就跳破好了 然後加加,加到最後一項是a0乘上y 從這個方程式求其性解 好,這個其性解算出來之後 這是p0不是a0 好,從這個方程式算出的那個其性解 一定可以表達成 c1乘上y1 加上c2乘上y2 好,然後加... 他一定可以這樣子表達 好,接著是微分他一遍 好,接著是微分他一遍 線性獨立 答案不能重複 複為線性獨立的意思是說 答案不能重複 好,所以我就可以把我的yp當作跟y1相處 會有...會跟誰有關 會有跟x有關的情況發生 我寫成u1 u1跟x有關 好,不只跟y1相處 會產生跟x有關的函數形態 跟y2相處也是線性獨立的 它會產生跟x有關的函數形態 好 一樣的,這個yp跟yn相處 也會是一個線性獨立的函數形態 好,它相處之後跟x有關 就是一種線性獨立的概念 好,單獨從第一個可以算yp 第二個也可以算yp 第n個也可以算yp 但是要推這個公式的話 必須要把他們這些的yp相加 也就是令我的yp是u1乘上y1 這個yp這邊單獨看的話 是u1乘上y1 除了yp是u1乘上y1之外 也可以加上u2乘上y2 好 然後,把所有的可能都加上來 我把它寫成這樣子好了 就是有u1y1的相似 有u2y2的相似 有中間點點點到unyn的相似 的這些可能都要加起來了 好,那你也可以這樣想 因為yp大家都一樣 yp既然是y1乘上y1 那我就把這個 再加一次就好了 就兩個yp還是yp 因為它只是放大一個 那個係數 如果今天的,假設今天的yp是4 第二次的yp仍然是4 第三次的yp仍然是4 你只是把一大堆的4加起來而已 放大那個yp的倍數而已 你放大yp的倍數 這把yp加起來就放大yp的倍數 這個放大yp的倍數的這個概念 你把它帶回去之後 還是要滿足原來的方程式 你會有一個疑問是說 那yp被放大了怎麼辦 其實你這個相似的過程當中 就自然把那個yp的放大倍數 把它再除回去了 如果放大10倍 就把它除以10 它已經有除以10的概念在裡頭了 好,我就把這個假設的yp 拿來做一些討論 那就可以得到上面這個公式 這個非其性解的公式